Amerist,近幾年開始也有跟很多的產品做品牌或是跨產業的合作 今天我們要跟漢傑一起開箱 漢傑我們要來開箱 這個 今天主要的重點是這個 愛馬適 我們這次愛馬適不是買它的包或是買它的鞋或是絲巾或是什麼 我們這次買的是 Apple Watch嗎 不是 這是香皂 它的盒子 對 如果你們有買Amerist Apple Watch那個聯名的版本的話 它其實那個平地其實還蠻像的 然後呢 我們現在來打開第一盒 為什麼會講第一盒呢 因為我們 因為漢傑媽太喜歡愛馬適它的味道 所以就碰一下三盒 它們都不一樣喔 我知道 我現在應該在花一樣收集了十九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們現在先打開第一個 欸 暗時要去哪裡 還是這個味道太香 太直接 好 我們現在來打開你看 這裡 就是上面這些圖案啊 上面的圖案都是愛馬適他們出過的這個絲巾的圖案 然後每一個圖案它都是配的都是不一樣的 那麼首先第一個呢 第一個是這個圖案 然後它的這個名字叫 這個是法文 Nasis Blue 它是 中文翻譯它是 藍水仙的意思 就是還蠻 詩情畫意的一個 意思 那 它這個為什麼叫藍水仙呢 因為它的味道呢 它是有花香跟木質調 它其實順便講一下 它每一個香噪的香味 其實都是 他們之前 就是所出過的香水的味道 然後他們就是 也有出這個所謂香噪的版本 那這一個的話 Nasis Blue它的味道是比較屬於中性的 那它是2013年那時候出來的一個香味 那 就是它有一個水仙花的味道 特別重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它叫做 Nasis 就是 水仙的意思 水仙花的意思 它 但它還有一種木質的 的香味在裡面 就是一種 pountry 還是什麼的一個 的味道 還蠻不錯的 就是 很舒服的一個味道 下一個 我們這個 第二個要開的這個味道 是這個 那 如果 看這個畫樣 圖樣的話 眼尖的朋友們 應該就已經知道它的名字了 它的名字叫 麥特萊尼 是 法文這個意思 是地中海的意思 那 它對應的這個香水 其實它香水全名的話 叫做 麥特萊尼 麥特萊尼 是檸檬跟橘子的味道 然後 再來就是這個 陳子花加白甲豬套的味道 然後最後的基調它有特別多 它有 無花果 然後 這個 絲柏 然後 紅 紅 雪松 跟 這個 開心果 還有杜松 跟色香 對 所以 它的這個 多以我個人量文的話 就是 它整體來講 可以說 它還是偏木質調的 跟上一個 其實聞起來的這個性質是蠻接近的 再來 這一個呢 花紋 其實它在這個顏色 顏色上面已經告訴你它的名字了 ohunch bed ohunch bed 是 綠色的意思 所以它就有這個 綠 ohunch 是 就是橘子 那你可以 直翻的話 它是一個 綠色橘子的 這個概念 那這一個畫 在Amers裡面的香味 算比較代表性 因為 所以 它是1979年的時候 Amers出的第一個 古龍水的香味 那 它的這個 味道呢 就是 柑橘跟 香橙 然後還有檸檬跟 薄荷 跟這個 黑加倫的這個 花磊的味道 所以 就是 它這個古龍水 跟那種香味 它不像我們印象中那種 很 很強烈的 它是一種 比較 比較淡一點的 古龍水的味道 然後它的 這個跟古龍水味道又 呃 就是不是那種 傳統古龍水 那種強烈的 味道 對 所以如果大家 如果喜歡這個味 喜歡這種古龍水味道 但是又不喜歡太強的話 大家可以去 買這個香皂 再來 第二盒 這個 法文是 我大概 疫情期間前 認得開始學了 所以 法音上 可能沒有那麼瞄準 所以 請見諒 我們現在要看 第二盒的這個 花色 哇 打開來 就有一種 好重 這種 花草的味道 然後 這上面的 花紋 很漂亮 而且它法文就是 給你感覺就是這種 很清香的這種 木質的感覺 花草那種 掉性的味道 所以我們來開 第一個 第一個 這個 大家看這個 畫面 其實你大概 也可以猜得出 它的名字 它的法文 叫做 Soletrois Soletrois 的意思就是 屋頂上 但是它的全名 它的香水系列的全名 是 Jonesoletr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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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剛剛講的 法文化園的意思 所以就是 屋頂上的花園的意思 它的這個味道 它是 有一種 甜甜的果香味 它裡面的這個 是比較 屬於中性 然後它這個是 2011年 它是他們的 所出來的那個 這個香水的味道 然後它 有 草 跟 蘋果 然後 玫瑰花 跟梨子 還有 迷迭香 跟 芋蘭花的味道 就是它 它 整體 你說它的 調性 其實它的 玫瑰跟梨子 味道 比較重 所以 它的基調 可能是比較 偏像 花果的 味道 對 那我們現在來開第二個 第二個 這個 這個花色也挺特別的 它有點像 西班戈的那種感覺 對 但是 從這個 顏色 大概就可以猜出 它的 它的名字 對 orange vet orange vet 就是我們剛剛 前面第一盒裡面 有這個味道 是它的花色 不一樣 對 然後 它 就是一樣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綠色 然後它 這個味道 我們剛剛就有 同樣的介紹過 所以 就 就 不用再去補充 我們就來開 它 第二盒裡面 第三個 第二盒裡面的 最後一個 這一個 它這個 花樣 就像這樣 然後 從這個花樣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 它的全名 對 那一樣 它這個是 就是 這個它 法文呢 是 這個 蟹湖 但是 它的 香水的 這個全名 它叫 蟹湖 是 蟹湖 花園的意思 那 它 這個味道是 2019年 去年 呃 前年 現在2021年 前年 那時候 所推出的一個 這個 香水的味道 然後 它這種 味道 有點 東方的那種 花香 的味道 那種 中性的香水 那 它的 藥性呢 嗯 有一種 很重的 這個 芋蘭跟 也不是 不是芋蘭 百合跟 這個 海桶 還有一種 木質的味道 那 它裡面其實 的成分 大概就是 有所謂 這種海洋的元素 然後跟 芋蘭花 然後一些木質 這樣的元素 還有百合跟 這個 海桶 就是它有一種 會讓你感覺 有點像那種 比較偏東方氣型的味道 還不錯 對 那麼現在來開 最後一盒 來 最後一盒了 哇 最後一盒 好漂亮 看到沒有 這個花色好鮮艷 先來開 第一個 這一個是 這個花色 然後 從這個花色 拿來 你可以多多少少 猜出它的味道 它法文叫 你好 我是 陳花 的這個 意思 它的味道 前調是這種 苦陳的味道 然後 杏林花 那個叫 另外 還有一種 陳花的味道 就是苦 它前調是苦陳 然後中間是一種 陳花的味道 那個陳 那個陳 是一個 一種 品種 那個品種 所以 想不起來 然後再來 它的 基調呢 就是最終的厚調 它是 這個 帳篷花的味道 然後 整體 它是一個 中性的 中性的味道 那 它是2009年 就是 Emmers 它所推出的香水的味道 那 你可以 以個人的感覺 它這種中性的味道 就是 它 不會很強烈 然後 是比較 有點 屬於這種 花草 花草的調性 所以 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 平常 你 出門的時候 一般 上班服 其實就是還蠻適合 它不會太重 不會太強烈 這樣 再來第二個 這個呢 這個花色呢 大家 看這個 紅紅的 大概也可以推出 推測得出它的 名字 這個名字呢 叫 Look up a color 這個是 啊 這個是 嗯 翻譯書的話 叫 新紅色 大黃 大黃 它是一種 植物 這個 可能 很少人聽過吧 然後 我只會 這邊 然後 它這個是 中性的 的味道 它是 2016年那時候 Emerth出來的一個香水的味道 那它的前調是大黃 那中調它是這個 紅薑果的味道 所以它這個 中調是 薑果的味道 這有這個紅色 然後 最後呢 它的基調是這個 白色香的味道 所以 它這個 這個 命名呢 其實就是 跟它這個花色 都是跟它這個味道 或是成分 有一些呼應在 然後 我們這個第三盒的 最後一個 就是跟剛剛很像 起班格的顏色 但是 嗯嗯 它的味道不同 然後 這個的 名字 名字叫 Pumpu Mousse MG Pumpu Mousse 它這個 大概就是 紅葡萄柚 紅葡萄柚的意思 那 它是2009年 從 Amers出來的一個 香水的味道 那它是 中性的這種 中性的這種 香水 那它的調 它的調的味道 大概是果香 那它裡面有 所謂的 柑橘 因為它這個柑橘的味道還蠻強烈的 然後再來是 葡萄柚 然後跟 柳橙 然後跟 有點淡淡的 玫瑰 所以它這個是一種 對就是 就是 跟 我發現這個第三盒裡面 所有裡面 配的都是 都是 大概就是 就是這一種 吊性的味道 就是都是比較屬於 清香非常烈的 所以 假設你們有買 它們對應的香水味 的味道的話 其實這個還蠻適合 去平常 上班的時候蠻 那因為呢 我們實在買了 買了太多盒了 然後 所以呢 我們 就是有 另外額外的一個正品 正品的話 是另外一個 這個 它就畫色這樣 非常漂亮 這一個呢 剛剛就是 這味道其實 我們剛剛前面也有一個 是這樣的味道 它畫色不同 那這是呢 SISPLU 它就是 藍水仙 那 從字面上就知道 它是 水仙花的味道 那 木質就要 但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個 的味道 跟 這個 它的木質調 比較重一點 可能 它們在製作上 可能 成分上 因為 還是我個人感覺 但是這個就是 木質調 稍微低 雖然都是 但是它的 木質調 比較重 對 可能是因為剛剛我們前面 都聞比較清香 然後這個 對比起來比較強烈 那我們今天這個開箱呢 這邊就開完了 然後 那 為什麼會買到這麼多 因為 安琪媽 我老婆她 那時候去買 原本只是想說 買幾個 然後說送禮 或是自用這樣 那後來因為發現 就是上面 哇那個 每個盒子上面的這個 花色啊 花就是整個很漂亮 因為它就是 每個都是 艾瑪斯他們之間的 一個濕金的 這個花樣 所以就一不小心 就買了 九個 另外附贈的一個 所以總共有十個想到 就是我個人呢 因為我以前 就是 還蠻喜歡 安琪斯他們的 這個 一些絲巾啊 領帶的設計 安琪斯他們 就是 他們的CI設計 其實大家 就是都蠻醒目 就是大家一看 就知道 這是安琪斯 因為他們這個橘色 就是他們的 代表的橘色 像安琪斯他就是 近幾年 他開始也有跟很多的 產品做 品牌 或是 跨產業的合作 像 Apple Watch 那時候 跟安琪斯的一個聯名 有一種非常靜致 就是 所以那時候 Apple Watch出來 那時候安琪斯的版本 那時候我非常喜歡 然後他們也一直持續到 現在最新的一代 都有持續在 一樣就是有安琪斯的版本 然後另外一個 像 Bugatti Bugatti他們那時候 也跟安琪斯 有一個合作的 限量版本 那他的 Bugatti跟 跟安琪斯這個聯名限量版本 那是可以 車主是你可以 去選定 那你的 這些皮 皮革 是要拿一種顏色 然後車線什麼 然後包括 車身的塗裝 顏色都會做一個呼應 然後重點來咯 他這個Bugatti上面 所用的這些材料 都是安琪斯他們的 這些皮革 布料 等等 都是他們自己 就是在包包啊 他們皮夾 是這種用的 一模一樣 所以整個質感就是 跟 一般的 Bugatti的版本 就是 帶到另一個層次 然後 同樣的 他安琪斯的聯名系列 他甚至就是 Bugatti他 交車的時候都還會 就是附贈 就是特別 就是配合版本的 這個 這個安琪斯的這些 皮帶啊什麼 然後就是跟車子 一起放在一起 那他的比例設計也是 就是符合 Bugatti他的車廂的 這個 size 那也會 就是呼應 就是跟你 車內所定製的 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在 就是 品牌上面的 Amherst在這種 跨領域上面 我覺得 他是 做得最好的 因為像 Louis Vuitton 他們也有跟 很多品牌 或者是 其他做聯名系列 但是我覺得 Amherst整體的這種 跨領域的聯名 我覺得他是做的 我個人感覺是 比起很多品牌都 好的 好很多 好啦 那我們今天 這一集我們就到這 那我們 記得 訂閱我們 然後呢 打開小鈴鐺 希望你們不要錯過 我們任何新的節目 當然我們除了開箱 以外也有 很多其他的 還有Podcast 那我們就 下期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我們